林志玲与日本人黑泽良平的婚礼 几乎半个娱乐圈都去了 唯独不让刘德华去 还说 你别来 你来了对我们不好 曾经的林志玲与严成旭 有过一段轰轰烈烈的感情 两人在一起许多年 可却一直没有结婚 一提到结婚 严成旭便转移话题 后来实在忍不了的林志玲 一气之下结束了这段恋情 而经历过这次 林志玲不怎么相信爱情了 于是花了五百万 动乱十五颗 直到遇到了黑泽良平 林志玲再次心动 两人迅速闪婚 那场婚礼众星云集 娱乐圈叫得上名字的明星 都去了 可谓独刘德华没有去 莲姻竟然是林志玲不让去 后来接受记者采访 被问到这个问题 林志玲笑着说 因为她太帅了 她来了 都盖过了我们的风头 林志玲人老心不老 还是那么爱开玩笑 而她当年动乱之后 如今想要孩子却做不到 不知道会不会后悔呢 小伙伴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欢迎在评论区 我们下期再见